他要請教阿爸老師 他也是一樣的時間和水調有關 因為他也是說到他的午餐 今年好像出不出幾季 他要請教阿爸老師 過磷酸戒一分隊的水調要用多少 這個在打電話的時候 那麼過磷酸戒有這個必要 其他這個時間 你並沒有必要 另外補過磷酸戒 有的叫磷酸阿肥 那麼叫磷酸阿 磷酸阿應該是磷酸 不是磷酸 在磷酸或磷酸 這部分的人很多都會這樣說 但是這個是一個比較傳統 很傳統的這種說法 那麼這個過磷酸戒 過磷酸戒 那麼這個通常我們可以 因為磷酸的 從頭上對水調來說 這個吸收的量 這個有辦法吸收的量是最重要的 不是說你給他多少量 因為你 譬如說你現在還留在這個土壳面 那麼他可以吸收的量最多的一個磷酸 所以一般通常就是說這個打底 打底的時候呢 那麼你可以用三十九瓦 那麼他來跟這個打底 那三十九瓦打底的時候 一分鐘四十公斤就差不多 這個磷酸就夠 最重要的是這個榮林駿 這個榮林駿呢 你一定要把他打下去 你一定要把他打下去 因為榮林駿才能夠提高到 他這個磷酸的一個效率 那麼這才是一個解割到 這種他吸收不夠的一個狀況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榮林駿呢 看起來有幾幾 如果有三幾就可以了 兩幾三幾 一模如果有兩幾三幾 你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那時候他還躲起來 那個速度就很快 這個金本不用過得的一個磷酸 所以不不用去嫌棄細胞 最重要的就是說 他這個有效分裂 所以他開始這個大起來 所以重要就是說 你這個管理 那麼 如果是可以 因為今年水比較沒那麼久 所以有的飲水呢 就變成很難陰 那個摩托一直咬 咬沒什麼水嘛 所以大家就在咬咬咬 咬的時間很長 就比較沒一個時間 說有一個比較牽水 變成說他隨時都在那裡 這樣也不說太好 所以有時候也是很困擾 所以今年呢 比較新的 這個量會比較快來 但是因為水少 你就是說比較吸陰 讓他大膽有變化 但是這可能比較怕 就是說這個草會比較多 所以就是這個 焦雞也不怕 我比較怕是這個草 所以控制不住 因為我們水如果含比較不硬 因為水中夠 他如果是開筋之後 開始在透映那個時候 他不怕關水 他那時候 他比較新的通風好 那麼風稍微微微吹 還有一點水 那麼他表面可以 那種空氣都有 那個量都有夠 所以水中不怕 所以呢 你如果有水人含 當然是效果的很好 但是 含水 這個最重要的這個地方 就是 這個草也很好管理的 因為你把他 水蓋住了 很多這個草 是發覺不起來 你如果說 這個大膽有變化 這對豬瓦很好 對草也很好 所以到時候 這方面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麼你如果是過磷酸蓋 這個一分塊 你在營的幾乎就是40公斤 但是呢 通常是打底的時候用 在另外就是說 在我們後面這些地方 你平不必要去用這種東西 你如果是說 要用這個 現在比較方便 就是說用這個蚝蛤肉 尤其你如果說 你想要補一點的磷 這個 要補過磷酸蓋 你倒不如補蚝蛤肉 比如說五盒子 一盒子一刷子 都可以 他這都要 還有一點點的這個磷 這個磷 這個人都有辦法來 這個吸收 還是說你自己去叫 自己去叫 這個 自己去 自己去 審承蚝蛤肉買不到 匹療 讓蚝蛤肉買不到的時候 你就變成三秒數 自己去叫 這個磷鱗 看你要是去 什麼樣的這個磷 自己去叫 這種也是可以 但是我在這裡 特別強調 其實人 在土壤裡面 很容易固定 那麼對水流來說 用這個榮林駿 這個效果非常好 所以榮林駿的使用 這是我們比較 譬如說你要用 這個磷鱗鱗的肥療 你倒不如 你把這個錢給它 省起來 這個磷鱗鱗 不要用 你用這個榮林駿 這個效果 絕對比你留 那個磷鱗鱗的效果 結合很多 這樣